但是深海魔精王的选择也让唐三吃了一惊 他竟然不闪不避任由唐三的海参三叉戟 刺响其腰间 双臂却将那对深紫色的八棱梅花锤挥了起来 楼头盖顶了 朝着唐三砸了下来 这一下要是真的被他砸上了 唐三就算是灵魂恐怕也要被砸碎 深海魔精王这对锤子当中可是包含着他强大的能量 唐三何等聪明 一瞬间就明白了深海魔精王的想法 这家伙是要以伤换命 他有那能量聚集的铠甲保护 我这一挤下去肯定杀不了他 但他这两锤要是砸实了 自己可就完蛋了 倒是打得好如意算盘呢 唐三当然不肯这样交换 无奈之下身体在空中暴退 脚踏鬼影迷宗 这才闪开了深海魔精王的一击 深海魔精王得力不饶人 瞬间跟上 双锤在空中挥舞起来 借着先前的攻势 顿时将唐三压制在下风 踏着一对八棱梅花锤虽然没有什么章法 但盛在势大力尘 速度又奇快无比 在他自身庞大的能量作为后盾的情况下 竟然逼迫了唐三节节后退 唐三也是没办法 深海魔精王太狡猾了 他充分利用自己身上的铠甲优势 根本就不闪躲唐三的攻击 一味猛攻 这样一来 唐三的整体能量本就逊色于他 顿时被完全压制在下风 一时之间 只能不断的通过后退来闪避 就像先前他用大须弥锤压制深海魔精王一样 现在反倒是他处于了危险境地 要知道 被压制的时间越长 对手的气势和积蓄的持续攻击能量就越强 也就越加难以翻盘 面对深海魔精王这种等级的对手 想要等到对手失误 那无疑是吃人说梦 马洪俊在不远处砍得大击 但他也知道 自己的实力和正在战斗中的二人相比 差得实在是太远 就算是冲上去 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即使是在如此劣势之下 唐三的表情依旧十分平静 只是不断的后退闪避着 深海魔精王的速度再快 想要攻击到有宁蓉蓉速度增幅 又有鬼影迷踪技巧的唐三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深海魔精王嘴角处已经流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唐三的闪躲他固然没有办法 但是他这每一锤挥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无形的能量正在编织着一张大网 只要再多挥出几锤 眼看这张大网就完善起来 唐三再想闪躲 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可是 就在深海魔精王自以为得逞 眼看着要将唐三毁灭在手中的时候 突然间 唐三的身体 毫无预兆的消失了 嗯 深海魔精王愣了一下 消失了 怎么可能 他的精神力瞬间全开 由于距离如此之近 他又是将自身精神力凝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几乎是一瞬间就找到了唐三 但是 他的攻击动作也不得不迟至片刻 深海魔精王那张大网已经编织得很完美了 可唐三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的精神力一直都在仔细侦查着周围的每一份 变化 以他那鬼影迷踪的精妙 早在深海魔精王发出第一次攻击的时候 就有机会脱离深海魔精王的攻击范围 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 正是为了让自以为得际的深海魔精王 大幅度的消耗次身能量 借助汉海护身兆 瞬间隐身 唐三自身又没有发动攻击 深海魔精王自然看不到他了 如果拉开一点距离的话 就算用精神力 深海魔精王也不可能找到唐三的踪影 对于唐三来说 一瞬往往就是永恒 战场的局面也就在这一瞬出现了变化 好天锤收回 八猪毛收回 唐三整个人就像是一颗陨石一般 在海参三叉戟的带动下从天而降 就从深海魔精王编织的大王 最后一道缝隙处钻了出来 与此同时 蓝银黄武魂释放 一根长长的蓝银黄 如同蓝金色闪电一般 朝着斜下方飞去 而得到了唐三通知的马红郡 早就已经等在了那里 当深海魔精王的追击到达前的一瞬间 唐三已经借助蓝银黄的拉扯 如同违背了重力原理一般 瞬间加速眨眼的功夫 就回到了马红郡身边 费尽心机营造的机会就这么没了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绝不好受 深海魔精王也不例外 他明明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在唐三之上 可就是拿唐三毫无办法 这种感觉绝对是痛苦的 煞气从深海魔精王眼中一闪而没 半空之中 他猛的一悬伸 左手中的紫色八棱梅花锤已经飞了出去 直奔唐三追击而去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锤也飞了出去 但却并不是指向唐三 而是锁定了小白背上的宁荣荣 他早已看出宁荣荣的存在 乃是唐三能够与他持续抗衡的重要人物 要是能够将宁荣荣击杀 再杀唐三 无疑就要容易得多了 魔魂大白鲨与史莱克六怪 也进入了他的领域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此时正好找到这个机会 在愤怒之中 发动对他们的攻击 面对深海魔精王抛来的大锤 唐三双手握住海参三叉戟 一圈一挑 依旧是那一记无定风波 将那紫色大锤卷入空中 也同时切断了 他与深海魔精王之间的联系 这就是无定风波的厉害之处 我切断了你的控制能力 你的技能攻击力再强 又能怎么发挥 当然 这还不是唐三所做的全部 马洪俊在唐三的示意下 双手同时按上了他的后背 强烈的凤凰火焰 顿时疯狂的涌入八珠毛之中 在唐三的控制下 八珠毛没有转化这部分能量 而是将其快速的凝聚在自己的毛风之内 以其神级的力量 暂时封印了这部分凤凰火焰的能力 而在输出凤凰火焰的时候 马洪俊身上亮起的正是他的最后一个魂环 第八魂环 迅速的输出之后 马洪俊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吃下两根大香肠 这才重新变回七手火凤凰形态 远远的飞了出去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唐三的八珠毛 不可能长时间储存那么狂暴的凤凰火焰 当他让马洪俊将凤凰火焰注入自身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到了他要发起总攻的时刻了 而深海魔晶王因为向两个不同方向同时发动攻击 必然行动会有所迟滞 所以他根本无法阻止马洪俊将凤凰火火焰能量传给唐三的行动 更令他心中吃惊的是 原本他以为必定会在自己那一锤之下殃灭的宁荣荣 一点也没有受到他攻击的影响 戴木白和朱竹青等待这一击已经等了很久 唐三早就猜到深海魔晶王有可能会向他们发动攻击 而因为唐三与他的战斗 深海魔晶王必然不可能使用太复杂的攻击手段 比如蓄力大范围攻击之类 因此有戴木白和朱竹青的守护就已经足够了 巨大的幽冥白虎展开双翼出现在半空之中 与那紫色的大锤撞击在一起 庞大的能量波动将幽冥白虎砸到海面上 不过深海魔晶王这一击也注定了无功而返 两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所发动的五魂融合计 在一瞬间释放的能量是相当可观的 更何况为了确保挡住这一击 他们还各自吃下了一根奸挺金苍蝇 将幽冥白虎的一次攻击提升到不逊色于巅峰斗罗的程度 分心下的深海魔晶王又怎么可能得逞呢 你的对手是我 唐三冰冷的声音在深海魔晶王耳中响起 接连发动强势攻击 就算是深海魔晶王这种级别的实力 体内能量也有所不补 不得不喘息一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已经回来了 他的左手之中耗天锤已经再次出现 而令深海魔晶王瞳孔剧烈收缩的是 这一次唐三身上剩余的六个魂环同时炸开 无比庞大的暗赤金色光芒 完全凝聚在那浩天锤之中 而从唐三背后隐约中浮现出了一个暗红色的身影 这个身影和以往唐三释放的海神有所不同 海神是高大睽萎的 而这个身影却显得有些纤细 但却要更高 冰冷的气息完全是由实质的杀气凝聚而成 对于这份异象 唐三将其归结为沙神领域 在注入天文数字的能量后出现的变异形态 炸开六个魂环带来的能量实在太庞大了 充斥在浩天锤的每一个角落之中 也自然充斥在沙神领域内 这异象的形成正是沙神领域内光芒的释放 使用大须弥锤的情况下 同时炸开六个浩天锤魂环 还包括三个十万年魂环 哪怕是在面对坚韧血的时候 唐三都没有这样做过 由此可见 他这一击的强大会达到怎样的程度 而他如此决绝 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的做法 也吓了深海魔精王一跳 尤其是唐三背后出现的那个暗红色虚影 虽然十分淡薄 但却令深海魔精王发自内心的站立着 海神三刹记交到背后 由八猪毛卡住 唐三已经改成了双手握锤 那凝聚了六个浑环的爆炸性能量 在浩天锤中实在太恐怖了 深海魔精王没敢上前 甚至在缓缓地后退着 他已经有了想要逃走的想法 眼前这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青年实在太疯狂了 如此恐怖的能量 他就不怕自己一旦控制不了 就炸鸡的火炸性能量 吃惊的不止是深海魔精王 唐三的伙伴们也同样用震惊的目光看着唐三 在同时炸开后六个浩天锤魂环之后 在背后的暗红色虚影演映下 此时的唐三就如同魔神降临一般 就连他的头和双眼都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天空中再次被乌云笼罩 只不过这一次乌云并非来自于深海魔精王的力量 因为他们完全是血色的 同样变成红色的 还有下方的海水 唐三此时此刻所凝聚的力量 已经改变了周围的环境 这是只有神才能够达到的境界 要不是神级的八珠毛 大虚拟锤心法 以及半神级的体质 和水晶毛虫肠作为后盾 唐三也绝不敢如此尝试 就算坚韧血在这里 遇到唐三这种倾尽全力的一击 脸色也会变得很难看 宁荣荣的脸色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九宝琉璃塔再不能对唐三产生任何增幅作用了 所有的增幅都被反弹而回 九宝琉璃塔释放出的光芒根本无法进入到那片血色之外 从小修炼至今 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只有一个可能能够解释眼前的情况 那就是神级强者是无法被人类辅助系魂师所增幅的 此时此刻的唐三绝对已经达到了神级的程度 红色环绕中的唐三看上去绝对是可怕的 全身都释放着光芒 他的动作看上去有些迟缓 可实际上被他精神力完全笼罩的深海魔精王就算想要逃走也不可能 如果他转身就跑的话 在气急牵引之下只会败亡的更快 深海魔精王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以唐三这样的实力竟然能迸发出如此恐怖的能量 这根本是他所无法想象的 唐三此时所展现出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自身魂力数倍之多 尤其是那恐怖的杀戮气息 并不是用领域影响周围 而是影响了整个大自然 唐三自己此时却是另一种感受 面对千人选的时候 他也曾经一次破碎多个魂环 但那时候他炸开的是蓝银黄的魂环 并不是浩天锤的 此时浩天锤后六个魂环一炸开 他只觉得自己脑海中似乎多了点什么 海神之光与精神上的联系 似乎被一种特殊的能量阻隔了 而自己体内的血液在这时候也仿佛完全沸腾了一般 眼前一片血红 所能看到的就只有深海魔精王那身穿紫色铠甲的强悍身体 而心中的想法也化为了必胜的执念 所有的计算 智谋 这一刻全部被墙里的战役所替代 全身能够感觉到的只有火热 体内的能量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岩浆一般不断的在体内翻腾着 寻找着宣泄的缺口 外界的声音已经被那庞大的能量完全隔绝了 唐三所能听到的就只有他自己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唐三能够清晰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似乎只要再增加一丁点的能量 他的身体就会爆炸似的 杀戮之气 疯狂的在空中蔓延着 哪怕是最熟悉唐三的史莱克六怪们 也不知道唐三身上这层红色是属于什么 哪怕在魔精海域边缘 他们也能清晰的感觉到 此时唐三身上散发的能量有多么恐怖 一旦爆发出来 必然是惊天地 弃鬼神 深海魔精王存在了百万年之久 自然不会等死 感受着唐三的强大 他也似乎变得疯狂起来 双手做出捧心状 掌心上方正是他胸口处那枚内有漩涡的宝石 恐怖的能量骤然爆开 庞大的能量波动瞬间升腾 轰然巨响之中 深海魔精王身上的铠甲竟然瞬间爆炸开来 重新化为庞大的能量 那铺天盖地的紫色漩涡又出现了 强行将他这一方的空间由红色变成了紫色 完全被压制的气息虽然未能完成反卷 但也与唐三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 这就是百万年浑兽的底蕴 尽管深海魔精王没有唐三那么多的技能 也没有能够瞬间爆出自己几倍实力的大须弥锤 但是他百万年的底蕴一旦爆发出来 在短时间内也同样可以达到神级的程度 史莱克六怪无不攥紧双拳 尤其是小五 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都要从口腔跳出来似的 他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唐三能否击杀深海魔精王再次一举 在来到这里之前 唐三安排好他们要做的事 除了宁荣荣之外 其他人多少都有些不满 在戴木白奥斯卡他们看来 应该是其中七人的力量 共同击杀这深海魔精王才对 以唐三一个人为主 实在是太冒险了 可是当他们看到眼前这一幕之后 才明白唐三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以他们都没有达到封号斗罗以上的实力 面对这样的对手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 要是此时他们在战场之中 恐怕 同时他们也明白 自身与唐三之间的差距 恐怕永远也无法消除了 现在的唐三已经真真正正的 成为了一名顶级强者 几乎是不分先后的 唐三与深海魔精王同时发动了 这不再是试探 而是真正的拼命了 刺目的红光将唐三手中的浩天锤 完全渲染成了红色 无尽的红光瞬间膨胀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唐三背后出现的那红色身影 竟然在一瞬间前冲 与唐三的身体融合在一起 在众人的视觉之中 唐三消失了 动的是那红色的身影才对 再仔细看 竟然像是唐三的身体膨胀到了 与那红色虚影一样巨大 人与光影再也无法分清 而原本在他手中的浩天锤 也到了那巨大的光影手中 伴随着一声 宛如来自上古魔神般的怒吼 毫无花哨的浩天锤 迎面而下 在这一锤挥出的同时 在那巨大的虚影背后 浮现出一个圆形的复杂魔纹 那魔纹之大 竟然达到了直径一百米 遮天蔽日 如果胡莲娜在这里 一定会吃惊的发现 这圆形的魔纹 就是当初他和唐三 一起得到的杀神领域 只不过此时出现的 这个巨大领域纹路 充斥着无法形容的庞大能量 恐怖到极点的能量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生物 内心无不处于极度的震撼之中 身体颤抖着 无法动弹